就是我們先換一下 我們先歡迎林夢議員 好大家好 這個提案是我跟蕭欣盛一起提案 那因為就是我們台北市的建管處 它有那個違建查報網站 但是呢大家如果上去看的話 上面現在都只有單筆的違建資料 那其實很多民眾會想要知道說 例如說這一個月 大概有多少違建還沒拆啊 那哪一個行政區的違建最多 那這個月準備要拆的是哪幾棟違建啊 那哪些違建案是議員在協調啊 哪些違建案是有什麼其他問題等等的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現在市政府做不出來這樣子 他們在我們之前其實有監督過這個網站 那其實目前他已經做到盡量的非常開放 就是連照片都有了這樣子 那就是希望是說我們這邊民間的力量 可以再把它更加的視覺化一點 就是讓統計化跟視覺化 讓民眾可以更方便去看到說 整體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是有一個問題也是 就是自從我請建管處開放這個照片之後 發現說他們前後比對照片的角度很不一樣 所以其實會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拆尾鍵 所以不知道這邊各位厲害的大大們 能不能有些那個叫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比對出這個照片 是不是同一個角度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一起來合作 這樣 那這邊給小A補充一下 我就是這個 對 建管處他們現在有這個網站 是有一個資料 但是其實沒有做開放資料 所以可能要有厲害的爬蟲高手去爬一下 那也不是所有的照片都上傳 所以這些也要判斷 所以照片如果可以抓下來的 那可能就需要有AI的 就需要影像辨識的大大 也不用就是說太精細 就主要是看角度對不對 然後前後對比 那這方面的話等一下 可以來找坑主Yvonne或者是我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討論 好 謝謝 那我們就換下一組